經濟委員會 還有衛環委員會 今天是聯席審查 開放還有瘦肉精 萊克多巴胺 美豬進口的行政命令 藍綠立委 全部都是以甲級動員的規格 在印帳 在衛環委員會 審查動物用藥 採量標準等相關的行政命令時 在野黨輪流上陣 砲轟衛 衛福部長陳時中 令委呢 陳焦華則是要求 要一一標示進口美豬 是否還有萊克多巴胺 遭到了拒絕 而國民黨立委呢 費洪泰質詢到最後 還氣了派桌 質詢衛福部長陳時中 立委費洪泰氣到派桌 你只在乎你的官位 已經是在委員會裡 火氣都很大 為了立法院未還委員會 聯席審查萊克多巴胺 美豬進口行政命令 藍綠立委一早集結 甲級動員柯建民 評評卡中間 妨礙我的發言你知道嗎 那我要下來 你一直在講話 我都看不到陳部長 我喜歡看他臉 我不喜歡看你的臉 賴世保又質疑WHO 萊克多巴胺 對人體影響實驗 樣本太少 陳時中強調 陸續都有證明很安全 而實力委員陳焦華則 要求進口美豬石 單獨標示 是否含瘦肉精也被回絕 我們要吃豬肉 我們要吃豬肉 我們不能去叮叮說 萊克多巴胺 請你不要講話好嗎 可以 那就不要講 退委會主委也說 農民不吃 不吃 警政署署長也說 檢查不吃 維持在安全容許量範圍之下 那都是安全 那誰想要吃的人就可以吃 說是審查進口行政命令 實際還是各黨大亂鬥 華人新聞一位 從目前換我看不到